我是卖包子的 早上五点 我刚把店面打开 就看见陈老太太站在店门口 她勾搂着腰 手里还煮着拐 陈老太太笑呵呵的说 后生我要俩包子猪肉大葱的 陈老太太煮着拐进了店 坐在靠门的位置 我急忙从笼屉里拿出俩肉糊的包子 送到陈老太太面前 我还额外送了一碗蛋花汤 我笑着说 老太太包子烫 你慢点吃 陈老太太朝着我笑了笑 她拿起冒着热气的包子 从中间掰开 把里面的肉馅倒在碗里 又把包子皮扔到一边 由于陈老太太来得早 店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陈老太太是小脚老太太 少说也有一百零几岁了 按理说是苦过的人 咋还浪费粮食呢 难道是我做的包子皮太硬 她咬不动 不应该呀 我做的包子皮包馅大 肉馅可是放足了 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 陈老太太把吃进嘴里的肉馅 又吐了出来 我说 老太太 咋了 这肉馅味道不对 陈老太太把筷子放下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她声音发沉 你换肉馅了 和前几天的肉馅不一样 我的心猛地悬起来 陈老太太还阴侧侧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浑浊 根本猜不到她在想啥 我甘笑两声说 老太太 我没换肉馅 猪肉都是在陈屠夫家买的 她家猪都是现杀现卖 新鲜得很 陈老太太撇了撇嘴 她说 后生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猪肉 我甘笑两声说 老太太 瞧你这话说的 不是猪肉 还能是啥肉 陈老太太瞇了瞇一眼 她说 我年轻的时候 赶上过大汉年景 足足大汉五年 我啥都吃过 你骗不了我 陈老太太说完这话 还朝着我黑黑一笑 眼神里透着得意 像是抓到我的把柄 见我不说话 陈老太太又说 咱这条街丢了个男人 这是你知道吧 我说 男人 男人怎么可能丢 陈老太太笑了笑 她说 就是和你打架的陈屠 他已经消失五天了 他家里人报了警 但一直没找到人 警察没来你家找 陈五是我对门邻居 他家也是卖包子的 我说 这是啊 我有印象了 警察确实来我家问过 可我俩打架 都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早忘了 陈老五一米八几的大哥 又高又壮 他不可能丢 要我说 他是藏起来躲清闲去了 过几天就能回来 陈老太太像是没听见我说话 他朝着我招了招手 示意我靠近点 我把耳朵凑了过去 陈老太太在我耳边小声说 后生 我年纪大了 就想再吃几口肉 上次的肉馅 你再给我弄点 我明天过来吃 陈老太太说完这话 就缓缓起身 我把拐杖递到他手里 陈老太太临走前 还回头看了看我 他脸上带着笑 看起来还挺慈祥的 但我知道 他在威胁我 我手里拿着的筷子 不知道何时 已经被我掰断了 陈老太太刚走 我家店里就近了人 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我把手里掰断的筷子 扔进垃圾桶里 笑着说 来了 要啥现的包子 男人我认识 他叫陈亮 总来我家买包子 陈亮是外地人 和他媳妇刚搬来不久 俩人都在工地上干活 陈亮说 奎哥 给我拿两个猪肉的 再拿两个鸡蛋的 陈亮付完钱 就扶着他老婆 坐在凳子上 陈亮的老婆怀着孕 看样子有七八个月了 我把包子端到陈亮面前 笑着说 亮子 你媳妇快生了 真是好福气啊 陈亮笑了笑 他说 啥好福气 没办法 又要多张嘴吃饭 家里都有俩小子了 又来了一个 陈亮说这话的时候 眼里有光 肉眼可见的高兴 我又端了两碗蛋花汤 放到桌子上 我笑着问 包子味道咋样 陈亮把嘴里的包子咽了下去 他笑着说 好吃 陈亮的媳妇笑着说 奎哥 我们虽然是刚搬来的 但整条街上 就你家包子最好吃 皮包馅大 给的量足 我笑着说 常来哈 陈亮和他媳妇 吃完包子就走了 根本没说 肉馅味道不对 看来我的包子没问题 是陈老太太有问题 也对 毕竟他年纪大 味觉可能变了 陈亮夫妻走后 我家店里陆陆续续近人 很快 店里就坐满了人 一锅蛋花汤 也很快就见了底 快八点的时候 店里就没人了 我蒸的十几体包子 都卖光了 我把店关了 骑着自行车 去陈涂夫家买肉 陈涂夫家住的有点偏 在西道街的胡同里 胡同又小又窄 还很长 胡同里还有几个公共厕所 夏天味道很大 很臭 胡同最窄的位置 我只能推着自行车走 真不知道 陈涂夫家里的猪 是怎么运进来的 走到胡同最深处 就到了陈涂夫家 刚他家院 我就闻到一股 难闻的血腥味 他家院里还挂了几张 血淋淋的猪皮 案板上放着冒热气的猪肠 还有心肝内脏 我笑着说 陈哥 要三十斤五花肉 陈涂夫脸上沾着血 身上穿着皮围裙 围裙上沾着各种脏东西 有血还有土 甚至还有猪粪 陈涂夫咧嘴笑了笑 他说 平常都买二十斤 今天咋买三十斤 我笑着说 我刚搬来没几年 街坊邻居都挺照顾我生意的 我想着做点红烧肉 免费给大伙尝尝 也算是谢谢大伙 陈涂夫把肉切好 他嘴里叼着烟说 你还挺有心 怪不得你生意好 就是比陈老五会做人 我甘笑两声说 没有没有 老五人也不错 陈涂夫撇了撇嘴 他说 陈老五那就是一个畜生 打爹骂娘 欺软怕硬 你来之前 他对门也是开店的 是开羊肉馆的 本来和他没啥关系 他偏说人家抢他生意 又是砸人家玻璃 又是拿刀威胁人家 把人家欺负走了 要我说 你小子还真是硬骨头 敢和陈老五打架 我说 我可不是啥硬骨头 碰巧赶上了 五哥对我没下死手 就推丧几下 都算不上打架 陈涂夫笑了笑 他说 反正你敢惹陈老五这种地痞流氓 就是好样的 不受他欺负 陈涂夫话音刚落 陈涂夫家院门就开了 还真是冤家路窄 进院的人是陈老五的亲儿子 陈老五的儿子叫陈牧 是个混混 他从一进门 就开始盯着我看 我不想惹麻烦 拿起案板上的猪肉 对陈涂夫说 陈哥 我先回去了 明天过去吃肉哈 我刚想走 就被陈牧拦下 陈牧阴森森地盯着我看 他说 你把我爹怎么样了 我说 我有日子没见到你爹了 我能把他怎么样 陈牧突然伸手抓住我的衣领 把我使劲一拽 我手里的猪肉 差点掉在地上 陈涂夫急忙过来拉架 他甘笑两声说 牧子 你干啥 可不能动手 你爹消失的事 警察还在查啊 陈牧情绪很激动 他说 孙奎 我爹消失 跟你肯定有关系 陈牧年近三十 比我小两三岁 我说 我都没见过你爹 你凭啥说 你爹消失 和我有关系 陈牧说 我爹就是去你家才消失的 我愣了几秒 我家店和陈老五家的店很近 之前 我家生意好 陈老五就会半夜 来我家店附近转悠 砸我家玻璃 往我家店里扔死耗子 甚至还放火 但因为附近没有监控 我也没啥证据能证明这事 所以一直都忍气吞声 我说 我根本没见过你爹 你少含血喷人 我用力把陈牧甩开 陈牧整个人摔在地上 摔个四仰八叉 我虽然瘦 但身体还行 像陈牧这种中看 不中用的大哥 陈牧又冲了上来 仿佛我是他杀福仇人 陈屠夫死死拽住陈牧 陈屠夫朝着我喊 馗子 你快走 我拎着猪肉朝院外走 我刚出院 把院门关上 我就听见院里传来惨叫声 我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我把猪肉挂在自行车把上 很快 就到了家 我把店门打开 没了陈老五 我家店干净多了 没人往门口扔垃圾 更没人砸玻璃 我把猪肉拿到后院 把猪肉切成大块的五花肉 放到锅里煮 很快 红烧肉做好了 我把红烧肉放到木盆里 拿到门口 这个点 大伙都刚好下班 我笑着说 大伙都吃过我做的包子 今天也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很快 路过的人就都停下 过来凑热闹 拿着筷子吃几口 我看见陈老太太也在人群里 我朝着陈老太太喊了一声 老太太 您年纪大 我给您盛一碗 您进屋坐着吃 慢慢吃 陈老太太朝着我笑了笑 人群里给陈老太太 让了一条路出来 陈老太太拄着拐杖 边走边说 后生有心了 那我就进屋吃 我扶着陈老太太进了屋 把一碗红烧肉 放到陈老太太面前 陈老太太拿起筷子 朝着我笑了笑 她还没吃肉 就开始夸我 后生 你有本事呢 我说 老太太 你快尝尝 陈老太太夹起一块红烧肉 放到嘴里 她咬了几口 脸上露出笑 陈老太太说 后生 我就一个姑娘 还在外地 你要是能顿顿 给我弄来肉 我就认你当肝儿子 陈老太太有点家底 听人说 她家有祖传的古董 可我不稀罕 我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钱 我说 老太太 你可就别难为我了 哪有那么容易 我说这话的时候 大腿有点软 只好坐在椅子上 陈老太太 斜眼看了看我的腿 她说 这法子可够疼的 从陈屠傅家回来的路上 我摔了一跤 大腿很疼 还有血流出来 见我不说话 陈老太太又说 后生 我也不难为你 一周能让我吃上一次就行 陈老太太把肉夹到嘴里 慢慢地吃 我说 老太太 要是吃不上呢 陈老太太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她冷着脸说 我活了这么久 还是有点人脉的 到时候 就怕我管不住这张嘴 我知道你是谁 孙霞是你妹子对不 我甘笑两声说 老太太 我家就我一个 没妹子 陈老太太摇了摇头 她说 孙霞是你妹子 五年前 她和她男人 就在这开了家羊肉馆 本来生意不错 硬生生被陈老五欺负走了 陈老五还把她男人打断了腿 但话说回来 虽然有仇 但也犯不着杀人灭口啊 老婆子我想不通 陈老太太的脸上布满了皱纹 皮肤很干 眼睛往里凹 看起来像是干湿 没有半点生机 见我不说话 陈老太太又说 后生 我都一百多岁的人了 你没必要瞒着我 跟我说说 到底是咋回事 我说 老太太 你想多了 我真不认识孙霞 更没杀人 你这话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要是在别人面前说 警察又得来查我 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 陈老太太 黑黑笑了几声 她用浑浊的眼睛 盯着我看 她说 除非孙霞死了 被陈老五害死 你才会杀人灭口 我的手紧紧握拳 我说 老太太 今天有雨 你小心点 我话音刚落 我家屋里的灯 就闪了几下 我知道 要打雷了 陈老太太 把最后一块红烧肉 放进嘴里 她笑呵呵的说 后生 把肉备好 我明天还来 陈老太太说完这话 就拿起拐杖 颤颤巍巍的朝屋外走 可刚走到门口 我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晴天打雷 紧接着 屋外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听见外面人喊 下雨了 又听见人喊 快来人啊 陈老太太被雷劈死了 我急忙跑了出去 就看见陈老太太 倒在电线单下 浑身冒着黑烟 她已经被烧焦了 这根电线单上的线很乱 我家电路经常不稳 尤其是雨天 好几次 我都看见电线上有火光 没想到 竟然这要巧 陈老太太被电死了 我急忙拨打120电话 很快 120到了胡同口 由于胡同口太窄 救护车根本进不来 我们几个男人 合伙把陈老太太 抬上救护车 我的手碰到 陈老太太肩膀的时候 我就知道 她已经死透了 陈老太太的死属于意外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由于陈老太太的女儿 远在外地 她的尸体 只能暂时放在殡仪馆里寄存 出了这样的事 我心里自责 如果不是我给大伙分红烧肉 陈老太太就不会死 等她女儿回来 我该怎么和她女儿交代呢 转眼过了三天 陈老太太的女儿赶了回来 她女儿已经75岁 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听胡同里的邻居说 陈老太太的女儿叫陈香 陈香性格泼辣 她站在我家店门口大喊大叫 让我赔钱 还说是我害死了陈老太太 隔壁住的孙大娘替我说话 她说 香姐 你别闹了 你娘的死是个意外 街坊邻居都看见了 是被雷劈死的 跟葵子没关系 孙大娘是卖豆腐的 她家里还有个瘫痪的儿子 日子不太好过 孙大娘话音刚落 对门陈老五家也出来人 是陈老五的媳妇 她这个媳妇是后娶的 是陈牧的后妈 比我还小两岁 平日里 陈老五的媳妇 一直嫌我抢她家生意 对我总是冷嘲热讽的 她出来 肯定又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陈老五的媳妇 边磕瓜子边说 要不是孙奎给大伙分红烧肉 陈老太太也不会来凑热闹 就更不会死 这事就和孙奎有关系 陈老五媳妇话音刚落 陈香就来了脾气 她朝着我喊 就是你害死我娘的 你得赔钱 我算看出来了 陈香就是想要钱 我说 大娘 你想让我赔你多少 陈香的眼珠子 我点了点头 只要你不闹 我肯定赔钱 我只想过安稳的日子 宁可花钱买安静 我话音刚落 陈香就笑着说 进屋说 陈香说完这话 就进了屋 陈香说 把门关上 我把店门关上 坐在陈香对面 我说 大娘 你想要多少钱 陈香咧嘴笑了笑 她说 我不要钱 我愣了几秒 困惑地问 你想要我这家店 陈香摇了摇头 她笑着说 我娘死前给我游了封信 线上说 你这儿的包子味道不一般 让我回来尝尝 陈香看我的眼神 透着奸诈 和死去的陈老太太 很像 我说 今天包子卖没了 你要是想吃 只能明天来了 陈香笑了笑 她说 你知道我说的 不是一般的包子 我娘在信上 都告诉我了 陈老五是你杀的 我瞬间瞪大了眼睛 我说 大娘 话可不能乱说 我没杀陈老五 陈香嘿嘿一笑 她小声说 后声 我知道你的刀丢了 那上面沾着陈老五的血 我的手紧紧握拳 我确实丢了一把刀 见我不说话 陈香笑得更大声 她满嘴都是 又尖又细的黄牙 陈香说 后声 这把刀在我娘手里 是她剪的 我敢断定 我娘的死不是意外 是你下的黑手 我说 大娘 你要是这么怀疑我 那你就去报警吧 陈香脸色变得难看 但过了几秒 她又在脸上挤出一个笑 陈香说 后声 你别急 我只想吃几口肉 其余的是 我不想掺和 我也不催你 三天内能让我吃上肉包子就行 陈香说完这话 就笑呵呵的起身离开 我也是没想到 刀会被人拿走 留下这么大的麻烦 陈香前脚刚走 我家店里就进来人 我抬头一看 来的人是陈屠夫 陈屠夫满头大汗 张着嘴 大口的喘气 我说 陈哥 你咋突然来了 啥事 陈屠夫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还给自己倒了碗茶水 陈屠夫拿茶杯的手有点发抖 这是老毛病了 当初 他和陈老五打架 差点被陈老五打死 他的左手 更是硬生生的被陈老五掰断 就连他怀孕的媳妇 也是被陈老五一脚踹流血了 孩子没保住 陈屠夫喝完水 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陈屠夫说 魁子 我刚杀了一只小黑猪 还剩下40斤肉 你要不要 陈屠夫说完这话 还咳嗽几声 看起来有点心虚 我笑着问 陈哥 是好猪肉吗 陈屠夫点了点头 他说 新鲜的猪肉 我给你便宜点 都卖你 我愣了几秒 我说 陈哥 咋突然这么大方 还给我便宜点 陈屠夫叹了口气 又点了根烟 他说 我不想干了 想换个地方干 陈屠夫在胡同里生活几十年了 附近的人都在他家买肉 生意也不错 我说 咋突然要走 陈屠夫说 没啥意思 我就一个人 想换个地方 你要是要肉 我一会儿就给你送来 陈屠夫说这话的时候 手都在发抖 我皱了皱眉头 我说 陈哥 你把肉送来吧 正好我也尝尝黑猪肉 见我答应 陈屠夫连连点头 很快 陈屠夫就把那四十斤肉送来 只不过 这四十斤肉都是切碎的 像包子馅一样碎 还是用桶装着的 这一桶肉馅 看起来远远超过四十斤 陈屠夫干笑两声说 反正我也不干了 这肉多点少点也没事 就都给你了 我说 陈哥 你家附近有监控吗 陈屠夫愣了几秒 他说 咱这胡同穷 没监控 我说 陈哥 我劝你还是多干几年再走 别急着现在走 陈老五的媳妇巴不得陈木死 他好吃绝户 就算陈木死了 他也懒得管 陈屠夫瞪大了眼睛 支支吾吾半天 没说出一句话 我说 陈哥 我有酒 咱俩喝点 陈屠夫点了点头 行 喝点 我和陈屠夫进了后院 我把白酒拿出来 又拿来两盘花生米 半斤白酒下肚 陈屠夫有点醉了 陈屠夫说 魁子 你来得晚 不知道咱这胡同里的事 乱着呢 我笑着说 我觉得街坊邻居都不错呀 陈屠夫撇了撇嘴 他说 胡同里的人 几乎都被陈老五欺负过 大伙也都明里暗里的报复陈老五 陈老五失踪 胡同里的人都挺高兴 我点了点头 陈老五确实不是善茶 陈屠夫叹了口气 他说 我年轻的时候怂 害怕陈老五 就连自己的孩子都没保住 那时候我就发恨 我要让陈老五段子绝孙 陈屠夫说这话的时候 还用手狠狠砸了桌子 我说 陈哥 消消气 好日子在后面啊 陈屠夫笑了笑 他说 魁子 你胆子大 还有脑子 我听你的 你不能害我 我说 陈哥 既然你这么信我 那我还真有几句话 要交代你 我朝着陈屠夫招了招手 陈屠夫凑了过来 我在陈屠夫的耳边 小声嘀咕了几句 喝完酒 陈屠夫就早早地回家了 我开始和面 把一桶肉馅都包成包子 等到第二天一早 我把店门打开 胡同里的人 陆陆续续进店买包子 陈香也来买包子 我笑着说 大娘 要啥馅的包子 陈香眯了眯一眼 他说 要猪肉的 我给陈香拿了两个包子 陈香笑着问我 后生 这肉包子 是我要的那种吗 我笑着说 您快尝尝 陈香坐在靠窗户的位置 咬了一大口包子 陈香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嘴里念叨着 香 香 陈香把包子掰开 只吃里面的肉馅 很快 里面的肉馅就被陈香吃干净 陈香又说 后生 我还要四个肉包子 我点了点头 又给陈香拿了四个肉包子 陈香把包子掰开 狼吞虎咽起来 陈香说 几十年了 真没想到 还能吃上肉 陈香吃完包子 就笑着对我说 后生 还有吗 我想带几个肉包子回去 我说 大娘 你要是想吃 就来我这儿 包子不能让你拿走 陈香瞇了瞇一眼 他说 也行 那等晚上的 我再过来 陈香刚起身 我就凑到陈香身边 笑着说 大娘 包子你也吃了 总得让我看看包吧 陈香先是一愣 然后开口说 我老糊涂了 记不清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 我给你拿来 陈香说完这话 还朝着我黑黑一笑 我的手紧紧握拳 只能目送陈香离开 还剩下八个肉包子 我刚想把包子收起来 我家店里就进来几个小混混 为首的男人我认识 叫刘柱 是胡同里的人 刘柱说 要六个肉馅包子 我把包子端上上去 刘柱咬了口包子 然后扭头对我说 挂账 我已经不记得 他挂了多少次账 从来没还钱过 我说 你咋总挂账 刘柱瞪了我一眼 他说 老子没钱 我说 胡同里的陈香 要是你亲娘就好了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我话音刚落 刘柱就瞪大了眼睛 胡同里的人都知道 陈香自己在家 家里还有之前的古董 而且就陈香一个人 刘柱明显是起了歪心思 刘柱说 少瞎说 老子没娘 刘柱说完这话就走了 等到晚上 我把准备好的两个包子 放在盘里 可陈香没来 第二天一早 胡同里就响起来警笛声 陈香死了 胡同里的人 皆是诧异 都到陈香家凑热闹 陈香家院门口 拉了警戒线 不让人进 大伙只能在外面 往里探头看 我看见两个警察 抬着支架 支架上躺着人 还盖着白布 这躺着的人 就是陈香 我隔壁的孙大娘 很是惋惜地说 好好的人 咋就突然死了 陈亮说 八成是被害死的 陈亮话音刚落 他媳妇就瞪了他一眼 示意陈亮闭嘴 陈亮急忙改口 他说 我就是随口一说 瞎猜的 陈香被抬走 大火也就散了 我又回了包子铺 刚进店 我家就来了俩警察 其中年纪大的警察我认识 他姓张 上次陈老五失踪 就是他来我家调查的 他身后还跟了个年纪小的警察 张警官说 孙奎 你家店面生一伙 最近有没有见到什么外地人 或者眼生的人 我说 没见到 来我家买包子的都是熟人 张警官说 陈老太太被雷劈死 他女儿 陈香来你家闹过 听说闹得还挺大 这是你是咋解决的 我笑着说 大娘当时闹 是因为情绪不好 后来她冷静下来 就没让我赔钱 还挺照顾我生意 来我家买包子吃 张警官瞇了瞇一眼 他说 也就是陈香没从你要钱 我点了点头 没有 张警官说 陈香的死疑点很多 他儿子要求检验尸体 很快就会出结果 这几天 还需要你帮忙留意下周围情况 如果发现可疑的人 立刻报警 我点了点头 张警官你放心 我肯定留意 送走张警官 我整个人摊坐在地上 我万万没想到 陈香的儿子竟然会要求验尸 不行 我得去找陈屠夫 我将店门关上 骑着自行车去找陈屠夫 可刚到陈屠夫家 就发现陈屠夫家的大门关上了 我使劲敲了敲门 陈哥 没人回应 该死 陈屠夫竟然跑了 他不该这个时候逃跑 会被警察盯上的 我又朝着陈屠夫家院里喊 陈哥 我来买猪肉 你在家吗 还是没人回应 我只好在门口等陈屠夫 可等到了天黑 还没有等到陈屠夫 我只好先回店里 我听见店外传来警笛声 难道陈屠夫被抓了 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 我家店里进来的人 是陈亮 陈亮手里还拎着一个竹框 竹框里放着锅碗瓢盆 我说 亮子 你这是 陈亮笑呵呵的说 奎哥 我要走了 我觉得你人不错 这些就送你了 我说 咋突然要走 陈亮脸上的笑僵硬住 他说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我得走了 陈亮说完这话就走了 等到晚上 我才知道 刘柱被抓了 是陈亮举报的 陈亮拿了悬赏的钱 胡同里的人 都聚在胡同口议论这事 孙大娘说 刘柱这个小畜生 从小我就知道 他不是个好东西 陈老五的媳妇说 真没想到 那小子敢杀人 我听人说 老太太是被活活掐死了 陈老五的媳妇话音刚落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就开口说 活该 这就是他家的报应 说话的人是王大爷 他和陈老太太年纪差不多 胡同里的人 纷纷看向王大爷 王大爷抽了两口汗烟 不紧不慢地说 大汗那几年 他家没少干丧良心的事 这就是报应 陈老五的媳妇瞪大了眼睛 好奇地问 王大爷 他家里都干啥丧良心的事了 王大爷干咳两声 他说 连娃娃都不放过 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扇了扇扇子 王大爷话音刚落 我就听见警车声 很快 来了警车 为首的还是张警官 张警官走到我面前 他说 孙奎 跟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张警官话音刚落 胡同里的人纷纷看向我 我愣了几秒 开口问 张警察 为啥要带我去警察局 张警官皱了皱眉头 他说 上车说 我被带上了警车 去警察局的路上 我还是忍不住问 张警官 你为啥带我来警察局 张警官说 尸检报告出来了 陈香确实是被留住勒死的 但在陈香的胃里 检测到人肉 据我们了解 当天 陈香只来你家吃了肉包子 我愣了几秒 你是怀疑我卖人肉包子 张警官没说话 我说 不可能 我卖的是猪肉 肉都是从陈屠夫家买的 都是新鲜的 张警官说 你先别激动 案子还在调查 另外 我们还在陈香的胃里 发现了小的骨头残渣 属于人骨 我说 陈香一个人在家 谁知道他在家里吃没吃东西 凭啥怀疑到我身上 张警官说 陈老五已经失踪好几天 据我了解 他儿子也不见了 并且他儿子和你发生过争吵 我说 警察同志 你要是不信我 可以去我家翻 我真是冤枉的 我没卖人肉 我话音刚落 就到了警局 我被带进审讯室 被几个人审讯 张警官说 孙奎 你老实交代 你知不知道 自己卖的是人肉 我愣了几秒 我说 咋可能 我卖的都是猪肉 一直是从陈屠夫家买的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把陈屠夫喊来 张警官说 陈屠夫的事 我们会调查 我说 陈屠夫人呢 不会是这个王八蛋 卖我人肉吧 我就记得那天 他说手里有40斤的黑猪肉 他说 要把猪肉便宜卖我 然后他就离开 他把40斤黑猪肉给我送来 都被他剁碎了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因为以前都是整块肉 我话音刚落 张警官就问我 还有剩下的肉吗 我点了点头 有 还剩下五斤 在冰箱里 张警官说 小李 快把肉拿来 张警官说完这话 继续问我 等到快要天亮的时候 才把我放了出去 在警局门口 张警官告诉我 那不是黑猪肉 是人肉 而且很可能是沉默的肉 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说 那 这可怎么办 张警官说 我们正在抓陈屠夫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你跟这是有关 但你不能离开 随时接受调查 我点了点头 知道了 我从警察局离开 回了胡同 刚进胡同 就听见各种叫骂声 估计他们也知道了 包子里有人肉 我低着头 快速朝店里走 可刚走到店门口 我就看见我家店门口 挤满了人 见我回来 就把我团团围住 陈老五的媳妇大声说 孙奎 猪肉和人肉 你分不清吗 要我说 你就是知道肉有问题 我说 我为啥这样做 我和大伙又没仇 陈老五的媳妇扯着脖子喊 你和大伙没仇 但和我家老五有仇 我家老五肯定是被你杀的 然后做成包子 陈老五欺男霸女 他儿子也不是傻好东西 胡同里的人都被他欺负过 都何有仇 咋偏偏是我杀他 你少含血喷人 我话音刚落 胡同里的人 皆面面相去 见大伙不说话 我又说 陈老五不见了 他儿子也不见了 你才是受益者 陈老五的钱都是你的 我还怀疑是你杀人了呢 陈老五的媳妇愣了几秒 他的脸色变得难看 说话都断断续续的 陈老五的媳妇说 孙奎 你胡说八道 老五对我不错 我为啥杀老五 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 我说 你和后院留三的事 也就陈老五不知道 我话音刚落 陈老五的媳妇就气得直跺脚 他朝着我呸了几口 就回了他家 其余的人 纷纷看向我 毕竟包子是从我家买的 我说 等案子破了 我肯定给大伙个交代 胡同里的人听我说这话 就纷纷散了 转眼过了七天 警察局来了消息 说是案子破了 陈屠夫抓到了 是他杀了陈牧 还把陈牧剁成肉泥 把肉泥卖给我 我不知情 陈屠夫还承认 陈老五也是他杀的 至于杀陈老五的那把刀 他扔了 扔到河里 可在河里打捞了几天 都没找到那把刀 反而陈屠夫忍不住了 脑出血死了 陈屠夫有病 上次喝酒的时候 他就告诉过我 他活不了几天 他希望 我能帮忙照顾他老家的老娘 还把他老娘的地址给我了 陈屠夫的案子结束后 我就把店卖了 卖店的钱 我给胡同里的人分了 我买了张火车票 去陈屠夫老家 给陈屠夫的老娘尽孝